晚唐有个小李渡 小李渡是谁啊 李商尹东穆 写诗写得极好 甚至可以这么说 论写诗的工整程度 李商尹应该是冠决于识的 那在文学史上一般认为 杜甫的诗歌是最工整的 你随便递了出两句了就跟对联似的 对账极为工整 李商尹几乎不输给杜甫 李白的诗 信口年来什么都有 大白话有的是 但是你怎么看李商尹 怎么看杜牧 就发现秀美有余 壮力不足 你拿他 尤其拿他跟高氏存生这些边塞之人比 你发现那是爷们 这都不说了 他处处体现一种 哎呀 低回啊 衰败啊 老啊 慢啊 或者那种那点柔情啊 就是正传了 正传了 李商尹有一首诗特别好 特能体现当时的时代特色 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啊 叫乐游园 向晚一不适 驱车登古园 西阳无限好 只是 尽黄昏 不多说了 有这十个字就够了 西阳无限好 大唐 尽黄昏 老爷 老爷 末世 晚年 都这样 所以有的时候拿一天来比喻人生啊 你们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 我已经十二点慢了 你们爹妈下午三点了 你爷爷奶奶已经六点慢了 这不大好说什么不好听的词 但人生之规律 你们要比我 比你的父母祖辈 要更具活力 未来是属于你们的 你别别喘啊 宋词和元曲 我们宋词我还得多说一点 要不然的话对不起 这个唐诗之后的第二座文学高峰是吧 从历史角度来说 宋词的最大特征是他比较灵活 他从唐诗当中孕育发展出来 唐朝就有词了 李白就写过词 比如李白写过菩萨蛮啊 写过清平乐啊 这都写过 这都是词牌 那么后世到五代时期 词就很胜了 诵 两诵 尤其是北诵 到南诵之际这个时间 词大行于世 我们从经济学角度来说 词的流行可以把它愣安到商品经济发展 市民阶层扩大这边去 这个跟经济是有一定相关的 那么从文学上来讲 词比诗更灵活 更跃动 韵律感更强 更容易唱 你们都唱歌 唱歌里知道歌词歌词 那歌词如果都是五个字一句 七个字一句也能唱是吧 古诗全能唱 但是可能就不如这个唱的那么 那么越动 那种灵活的感觉 小巧的感觉 正因其小巧 在古代文学史上 其实他不被重视 他有一个名字 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 词有一个名字叫 诗鱼 这个名其实是个有贬义的意思 奇事 什么叫诗鱼 做师做圣业的时候 那叫残存的经历 邪良少词吧 登不了大雅之堂 下雨天打孩子 闲着也是闲着 玩儿嘛 这一看就是个小玩意儿 但是你今天以后人的这种角度 回头去看唐诗宋词 没有什么水平上的 绝对高下之分 宋词好极了 我简单介绍几个 比如宋代的词 两大主流 两个大的风格 一个是婉约派 一个是豪旺派是吧 好 请大家记住 婉约派是主流 也就是说 词本身最初创造出这种小玩意儿 就是为了谭清说爱吧 就是为了说那些 不能登大雅之堂的 私密的话的 这两口子之间写个小词啊 写个小曲啊 写个情说啊 都这个 诗那里边 那是要有家国 有天下的 这词主流是那个 那你就应该知道 那如果拿刘勇跟苏东坡比 谁会比较流行啊 刘勇啊 刘勇写的是人民最喜爱的诗啊 对不对 苏东坡呢 主义闲着没事干 写一点 达官贵人啊 统治阶级 写一点小玩意儿 水平谁高谁下不好说 但刘勇的流行度 要远超苏子 苏子后来有一次挺逗 他把一帮人架了 说啊 难道我还不如那个柳三变 不如那个柳郎中 因为人家说 凡有井水处既能割柳瓷 中国古人这井很重要 有井水就意味着有人烟 有人地方就唱柳瓷 苏东问一下 我这本税收的不太多是吧 我写出来没那么学生唱 有一个幕僚就安慰他 我们这有一句话 说柳郎中辞 只好十七八女孩儿 只红牙拍板唱 杨柳暗小风残月 学士词 去关西大汉之铁板唱 大江东去 感觉出来了吗 这是不同的 苏东坡属于 一时无忧 虽然政治上有很多的诗意 但他起码没饿过肚子 他不需要写词去 挣口废对吧 他写词纯属玩 玩的时候意境很大 但是未必就跟老百姓 每天早上开门七天 是能结合的一块 刘勇不然 刘勇虽然也中过进士 但是一生政治上没什么成就 而且刘勇有一个很重要的身份 大家需要记住 他是中国第一个职业词人 他靠写着玩人不搞费的 业余词人跟职业词人的区别就是 刘勇可能更敬业 要不然他卖不出去你知道吗 他必须常年生活在 从事特种职业的妇女当中 他得体会歌女们想唱什么 你们需要什么 你们需要什么我就写什么 你看刘勇那词 基本上全那个 你都引了一手雨淋淋 大家也学过吧 多好啊 多好 寒蝉妻妾对肠挺晚 咒语出歇 独门仗隐无序 放留恋处兰州催发 只手相看泪眼 竟无语您也 感觉去吧 情人的分别啊 当然你们现在还没到那境界 你们现在是滚蛋嘛 赶紧走 我好换一个 人家这是一个堕落的年代 当年人家那感觉太美了 这种分别的凄美至极的感觉 现代人很难去体会 但刘勇的词真好 好极了 所以从文学的角度来讲 刘勇不可不懂 豆号 苏东坡更不可不懂 苏东坡呢 更有一种超越的感觉 咱们学过苏东坡的什么 江生子 语文科学过吗 是我下面引这个十年生死两茫茫吗 还有一首 老夫留法 少年狂 左天皇右倾仓 紧冒雕球 千计 卷平刚 想起吧 爽啊 装美啊 痛快 手哗就下了 举我们平刚 我经常用这首词来告诫年轻人 年轻人必须要狂 老夫聊发的是你们的狂 老夫就喝高了 我不应该那么狂了 但是我要发一发少年之狂 反过来可以论证少年怎样 就该狂 你现在都跟人整得跟孙子似的了 成天就这地头 老师我又错了 老师我自己挑这遍 不是啊 你不是真不灵 就是装孙子 中国只能出现两种人 一种叫笨蛋 一种叫伪君子 对不对 少年人不狂 没有出息 我在上课的时候 我会告诉我的学生 给我挑错 给我挑错 换评诗学分 你有一次把我挂的给摆上 让我讲课的时候 你给我指出一错来 啪给我贴着 我哑口无言 我完蛋 你平时扔地摆 能把老师打倒 你们好样的 将来 我还曾经跟我的学生说过 二十年后 如果你们还有心来看老师 且记得我这个老师 回来咱们聚会一堂 如果你们说的话 我完全听不懂 我会发自内心的高兴 我会干嘛 我会侦查倒水啊 您喝这个 您来 我求您 您给我讲一个字 我可以做到这样 因为学生 如果不超过老师 你们就算废物点心 你们就白混了 我绝不能容忍 我的学生将来都不如我 我愿意将来 我不如我的每一个学生 你们别忘了 未来二十年 你们再进步 我也再进步 我会生命不息 学习不止 所以超过我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但是 如果从现在 就没有超过老师的心 将来你们混成了爹妈 混成了老师 你们也阻碍下一代超过你们 皇上郎下侧的一窝不如一窝 用不了多少年 咱就回树上蹲着去了 什么叫长江后浪推钱了 什么叫一辈心人 胜旧人 你们不狂 没有天理 明白吗 当然 二三十岁不狂 没有天理 三四十岁还狂 也没天理 我当年很狂的 有一种狂卷之气 我虽不敢说 舍我其水 老子天下第一 但我认定 我就是第一流的 我如果不是二十年来认定 我就是第一流 就该是第一流 今天我也不敢站这掌口 那有摄像机 录下来 对全世界说 老子就是第一流的 我就敢这么说 别人怎么评价 由他 笑骂 由他笑骂 评价 由他评价 我心里得对我自己 起码有一个憧憬 我就是孙子 我就是不行 老师您做 我错了 我不喜欢那样的学生 我喜欢一种狂卷之气 但你瞎狂也不成 你没本人 那更惹人厌 是吧 希望同学们 学会这两手 一手是要有一点点的自信 要有脚踏实地的功夫 这个是希望你们能够了解到 我最喜欢的还不是那个念奴交赤壁怀骨 那手很棒是吧 我最喜欢的手 我给你推荐的手 定风波 我们一起来看看啊 你看你能不能感受到一些味道 三月七日 沙湖道中寓语 语句先去 同行皆狼狈 语毒不绝 以而遂情 故作此 莫听川林打夜声 何方吟笑且徐行 主掌忙碍轻胜马 谁怕一色烟雨 任平生 撩翘春风吹酒醒 微冷 山头狭照却相迎 回首相来潇洒处归去 也无风雨 也无情 我在这儿没有时间去细细解释这首诗 我就是从文人的角度请你重视它 请你去感悟它 也无风雨 也无情 活到了 一定境界 大白话是活开了 苏东说是我在中国古代文人当中看到的 活得最开的一个 以他所经历的那些政治打击 换别人 至少肝硬化 也许四遍肝癌都得过了 得憋屈死他 但是你看他 一路流放 一路贬折 最后也折腾到海南岛去了 海南岛不是三亚国际旅游岛 不是那个房价很高的地方 那地方海南岛人间的罕至 那不是不适于人类居住几乎 发到那儿去 老先生说什么 日旦荔枝三百科 不防长座岭南人 那儿有什么 荔枝 你看 这人要不好吃 这人不可交 明白吗 你得好吃 好吃就意味着你对人生有热爱 你就像我这样的 本人外号北京四中第二吃货 第一吃货 安盈 那是我们教主 我是现任的最高领袖 他是我们精神领袖 希望同学们热爱生活 再多的苦难 你想想苏东坡 再大的危机 你想想杜公布 我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也无风雨 也无情 都能过去 苏东坡还是个哲学家 也知道他有一首哲理诗啊 横看成岭 侧成风 远近高低 各不同 大白话吧 后边两句上水平啊 不是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啊 这里面就有禅机在里面 咱们原来讲儒学 就是提到三教合一吧 三教合一里面 实际上儒 道 师 很多东西在一起 苏东坡据说是佛教徒 叫东坡居士嘛 但是他本身也是儒家 这里面他是有很多结合的 我们咱们就不一一的多说了 苏子是豪放派的代表 但请你记住 豪放派写晚约一点不差 这首江城子 十年生死两茫茫 不思良 自难忘 千里孤焚 无处化凄凉 总是相逢应不识 尘满面 病如霜 夜来幽梦呼还乡 小宣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 唯有泪千行 了得年年长段处 明夜夜 断松刚 道王妻 十年 道王妻 有人说他写的假 他最喜欢的是那小妾 这两回事 古人有妻妾成群 这是正常事情 他喜欢那小妾 不耽误他道王妻 你现在这一夫一妻 你不太好理解这事 这个感情 如果没有真情实感 在里面写不出的东西 所以这个 这种诗词 你现在读起来 可能没这种感觉 你需要大彻大悟 之后才去读 说到豪方伴 咱们往下说 那直接就得蹦到 没办法 约派 豪方伴直接蹦到新气急去 苏新的 对吧新气急跟苏东坡相比 他的豪放依旧 但是有一个更大的胜处 就是苏东坡是个文人 新气急是个武将啊 新气急文武奸善 那是跨马提高 可以带兵打仗的人 又在南宋 南宋比北宋还憋屈是吧 北宋外号叫怂朝 南宋叫double怂朝 比北宋还怂得多是吧 新气急这辈子就更压抑 我们看个新词 我在这给大家推荐这个破阵子 罪里挑灯看见 梦回吹小莲莹 八百里分挥下之五十 闲翻塞外声 沙场秋点兵 马 坐敌龙飞快 拱如霹雳贤金 了却君王天下士 赢得生前身后名 可怜 可怜 白发生 你去感觉 就是最后这五个字 哗就掉下来 明白什么叫失落吗 明白什么叫人生中的仇吗 在这呢 罪里梦里 多么大的志向 多么宏伟的目标 哗叉就砸下来 现实与理想的差距 居然是如此的不可调和 可怜 白发生 所以只有这种人配说一个仇字 在座各位 新积极骂过了 下边这事我没写 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 有人会背吗 少年不识 仇滋味 爱上层楼 爱上层楼 为父心慈 强说仇 而今时尽仇滋味 欲说还休 欲说还休 却到天良 好个秋 想去吧 琢磨去吧 不是有这样人生经历 你说那个仇 瞎掰吗 不是 所以有的人说 中学生作家 写小说 写这个写那个 我不是说中学生 不能写 初学生也可以写 对吧 但是 你没有人生的阅历 你没 啪啪的摔上几十个根的 摔得遍体鳞伤 你怎么可能去体会 那种痛彻心脾的感觉 那我希望同学们将来有机会啊 能够 去更多的经历人生 那这咱们因为文科班嘛 向来女生多男生少 我跟那俩男生跑了 他没听见 他不告诉他嘛 待会 我得跟男生说说说这 就是读诗词 婉约要读 豪放也要读 因为诵词的主体是婉约 豪放的本来又少 好的就更不多 苏心必须要读 你成天念去去千里烟波 慕爱沉沉出天阔 没有你我可怎么过 女生长点志气 女生知道咱不要啊 将来约会的时候 花前月下 男朋友一过来 一只手嘴里铁鹅都看见 念去去千里烟波 不蛋不蛋不蛋 下一个下一个 有的是可选的 姑娘不说嫁不出去 李星照的咱不多说了 我引了这三手 放在里自己读读 就印他的一个名字 叫李三寿 李三寿是什么 第一手在哪 绿肥红寿 第二手连卷西风 人比黄花寿 后边还有 前面还有这个 李星照还有这 新来寿 非干病酒 不是悲休 李三寿 但你说李星照 是不是婉约的大师啊 他的豪放写的也好啊 我有一首小诗 叫生当做人节 死亦为鬼兄 至今思相语 不肯过江东 二十个字 拽的地下当当响 你不是真知道文学 你想象不出一个弱女子 怎么能写出这么横的诗词来 至今思相语 不肯过江东骂谁呢 骂南宋 你们是骂万一吗 你们 仨人就跑 祖宗的坟营 过去的首都都被金人占了 骂的就是你们这帮东西 你把这首诗 若是跟另外一首描写杭州的诗 搁在一起 山外青山楼外楼 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熏得游人醉 只把杭州 左边州 这是得一块读吧 文学 你要是没有点这种背 你不一块读 你出不来味 好 宋词就这么着 原曲呢 从戏曲的角度来说 我们只提一个观汉清 原曲是两部分组成的 原杂句和散曲 原杂句是后边我们要提的戏曲的一个先生 散曲呢也是一种韵文 有点从词那儿跟词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具体我们就不说了 明清小说呢 明清小说 你们都知道四大名著是什么 知道吗 不知道就直接蹦出去就完了 四大名著 按时间写作顺序 大概时间顺序 第一步是什么 三国爷是罗冠中的 罗冠中是施奈安的徒弟 水浒乱 第一步写水浒 对不对 水浒的故事 一句话概括 写什么人呢 山贼 写的是农民起义 对吧 对其中不乏歌颂的文笔 歌颂农民起义了 三国演义写什么呢 三国演义写妖魔鬼怪的 我跟你拼了 三国演义写东汉末年到三国时期的史诗吧 东汉木 你非发现罗冠中在这书里面 他大肆包扬的 他站在刘备这边 对吧 但你说刘备是最惨的一个 在三国当中 他要人有人 要地势有地势 可以说天时地利人和 虽然别人也站 但是他也有吧 但是 他是最臭的一个 他的蜀国是最弱的一个 若不靠着这帮人尖子 给他撑着 他早完蛋了 对不对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 他写出了主流或者皇族正统的没落 对吧 下面一个 西游记 一个无父无母天地孕育造化而生的石猴子 大闹天宫是吧 虽然那个 小说最后写来写去 把孙悟空给体制化了 国家的政治实力还是很强大的 以如来佛为代表的这个官僚体系 咔咔给他体制化了 最后孙猴子也变成了斗战圣佛 被招安了 但是你会发现 整个西游记里最精彩的部分 是大闹天宫啊 对不对 一个没有 没有好的出身 没有什么背景的一个石猴子 居然大闹天宫 号称叫什么 齐天大圣 感觉出点味道了没有 你再到《红楼梦》你看看 呼啦啦似大煞青 昏惨惨似登将近 你把这四个搁一块发现 明星小说的主流说什么呢 什么要玩呢 是不是有东西要玩呢 什么叫玩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 对吗 结合必修一想想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是衰落了还是加强了 加强了 加强到巅峰了 畸形强化了吧 那什么衰落了 这个制度本身强化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表明 表明封建制度总体 总体走向 不大理解 你想想看 一个非常自信的成熟的人 他是开放的还是封闭的 开放的 越封闭表现他越自卑越衰弱 明白吗 我加强极度的加强 畸形的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是为了捍卫我的封建制度 但是使那招就证明你不行了 明白的意思吗 用心去领悟文医学所能带来的这种感受 这我就不再多说了 书画和戏曲艺术 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我们简单看一点吧 我带了一本书来 这是启公先生主编的书法概论参考资料 很老的一本书 我收藏了都二十年了 这里面是他讲课的讲义 在北施大讲书法时的一个讲义 里边有很多的图板 我们大体上理解中国汉字的发展渊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最早的汉字叫什么呀 目前说叫甲骨 甲骨文再往下发展呢 叫金文 金文也叫大咒 也叫大传 咒书 也叫中顶文 不管是甲骨文还是中顶文 他都是以什么来命名的 写在写的材料是吧 写在甲骨上还是刻在中顶上 对吧 好 这叫大传 到秦统一的时候用什么字 小传 我到这写的都是中国的文字发展史 小传 小传到汉朝被历书所取代 对吧 历书又被楷书所取代 从历书楷书当中都能够分出来的有行书和草书 一般我们讲 针 草 力 转 行 叫五大书体 我现在说的就是书法了 对吧 但这也跟文字发展是同度的 书法成为你们艺术是在什么时候 魏晋 魏晋差不多 比魏晋稍早一丢丢在东汉末年 中国被公认的第一位书法大师叫蔡庸 听过这人吗 蔡庸 谁啊 他闺女比他有名 叫蔡文基 蔡文基他爸爸 是当时最著名的大才子 是书法史上被公认的第一位书法家 东汉末年书法成为独立的一门艺术 魏晋时期大放异彩 随唐时期达到巅峰 对吧 我们大概可以了解 比如说 魏晋时期有忠庸 忠庸就是把隶书转化为楷书的人 所以我可以问你 谁是中国第一位楷书大师 那就是忠庸 因为他把隶书转过来的 对吧 另外你比如说像最著名的书生 王羲之 对吧 王羲之是楷书行书的大家 隋唐时期楷书极为发达 先后出现了于世南 欧阳荀 楚隋良 严真卿 柳公权 等这一大批顶级的楷书大师 是吧 那么在这个时候 同时还有行书和草书的大师 以草书两大家 一个叫张旭 一个叫怀素 和称叫颠章最素 这些人都是唐朝书法的名家 宋代有所谓宋四家 叫苏黄米菜 苏黄米菜 哪四位啊 苏东坡 黄亭坚 米福 菜就麻烦了 什么菜不太好说 原来有人说是菜经 菜经的字写得真好 但是那个人 坏蛋 奸臣 是吧 所以就把他开除了 把菜箱补进去了 甭管什么菜吧 梁菜热菜 全是他了 但是苏黄米菜 另外元朝有赵孟府 赵孟府是宋代的皇族 到元朝做了官 所以这后世政治上名声不大好 不去管他 明清时期的书法家 能说出几位来吗 明清时期好像就不是 怎么特别有名了 是吧 四大菜子 唐沐虎来了 生天就忙着点秋香 也是唐沐虎 文征明 柱之山 这些人都算是 他们的小楷 行草 都很好 对吧 清朝 大书法家 其实就不是推多了 不管他 我们大概能看得出来 有这些足够说的 我这本书本来想拿给大家 在摄像机面前一一的展示 时间关系你们可以有机会咱们再翻着看 我们大概了解一些基本的发展源流就好 我们的课本上比较明确的讲过几篇重要的代表作 比如在行书这介绍过天下第一行书 蓝婷旭是吧 谁写的 王熙之 王熙之 什么是写的 不是问你哪一年 是问你什么状态下写的 蓝婷旭 是 聚会的时候聚会多了 怎么后来就写不出来 罪到什么程度 这玩意你不可考是吧 记得字数 罪得刚刚好 什么叫罪得刚好 叫微醺 明白吗 将高而胃高那感觉 你真高了 吐一力 没法看了 就直接喜不喜不扔出去就完了 对吧 将罪而胃罪 要高还没高 那微醺的感觉 那个时候难描难化 大脑对右手的这个控制力 已经不那么强 但还是有很多 多年这个积淀在 所以笔走龙蛇写出来以后 巴巴笔一张躺一边睡去了 醒了以后发现 哇 太爽了 提起别的盖箱写 写不出来 那东西是觉作 什么叫觉品 什么叫神品 就是连书法家本人都不可扶置 那就叫神品 这天下第一行书 目前真迹不在 真迹 现在咱们郭宫堡 让你藏的那个 包括台湾那边藏的那个 那都是唐代的磨本 就唐代的人磨这个蓝廷序 就已经是国宝 国之重宝 按历史记载 那个真迹在唐太宗的昭灵 那个 唐太宗为了 骗这个真迹 那那 无所不用其极 那颇有一点 我是龙邦 我怕谁的感觉 因为王羲之的后代就出家了 当了和尚了 这东西一直在他们家里传 结果皇上就派人去找这和尚 拿来我看看 和尚没有 我知道你有 有也不给 我是皇上 我是和尚 和尚不听皇上的 我们跳出三界外 不在五行中 少来这套 回见吧您呢 这皇上撅得咯蹦咯蹦的 皇上后来想了一句 是吧 有损唐太宗形象的这么一招 一个文学侍从之人 也是非常好书法 也是够大师级的人物 交给我了 皇上我替您办这事 换上素衣 装成一个乐破文人 寄居到人家那庙里去 天天跟这和尚谈书法 那和尚心里这哑哑啊 你看这种真是行家 真懂啊 你要知道 你心里 你手里要有什么宝贝 不敢拿出来给人看 突然发现一个 知音的时候 你特有一种掏出来的欲望 哪怕显摆显摆的 最后说 我有那个 我不信 没有 有你拿出来我看看 我给你看 我给你看就是没有 啊忍不住了 逃脱你看 我俩人一块赏剑 说的都在点上 把王熙之夸得跟一朵灿烂的木头花似的 孙贝听见夸祖爷呢 心里当然也高兴啊 最后就允诺 给他看一个月 这人就迪斯佩尔了 人间蒸发了 他不见了 他拿了 他不回来了 和尚 气死了 拿回宫廷去给唐太宗 唐太宗拿了 哈喇子快出来了 我天太好了 受不了了 天天看 天天看 朝政当然还得管 但是回后宫主要任务 就是对着他项面了 为此唐太宗亲自执笔 写王熙之传 皇上给一个书法家写传记啊 你在里面你再找回第二篇的 我瞧瞧 太喜欢了 唐太宗本人也是书法家 临死的时候说 那个 嗯 哇 甚至我买了 这郭德纲是一帅平子 我给我买了 据历史记载 就在唐太宗那个关国的 尸身的枕头标上 目前据考证唐太宗的昭陵啊 就是唐太宗这人没有被盗过 所以理论上来讲还在里边 刚才我听了一些同学 已经雄心勃勃想考考古戏了 为此考考古戏就挖他了 我这配合 把他挖出去 你有本事你就去挖去 但你别给弄坏了 那东西你想想是东晋的 东晋的东西年代久远 我们曾经犯过极为惨痛的一个错误 损失的 就是明朝的那十三陵 挖定陵的时候 挖出来那个皇帝跟皇后的那个龙袍啊 极漂亮的丝绸啊 当时拍照下来 然后就特别高兴 说我们有更大的文物出土了 半天之后灰飞烟灭 你现在去定名看看 就是几个残存的丝票 整个那啪就变成灰了 因为他五百年没见光 他在墓地里埋着 五百年没见光 一旦暴露在日光之下 就是咱们这平常的这个 这个这个可见光啊 对他就是致命的威胁 那是明朝的 这是东晋的 所以我建议你在学会土拨鼠的技巧之前 还是别碰昭灵 然后挖出来以后 没了 这算找着下落了 是吧 最好别加那个 天下第二行书在哪 咱们书上写了 你们不能不学 严真卿的技职文稿 严真卿是凯书大师 行书写的好吗 非常好 这个什么故事呢 严真卿的这个技职文稿啊 大家知道严真卿赶上安史之乱了 他的哥哥叫严稿卿 在河北地区为官 当时安史的叛军啊 过河北的时候 严稿卿假装投降 把敌人放过去 然后在后会减杀 曾经一度让安禄山史思明颇为被动 最后安禄山派史思明亲自来打严稿卿 把他成功破 全家抓住 严稿卿是被敲牙拔舍而死 被虐待致死 临死又骂不绝口 全家被杀 安史之乱被平定以后 严真卿派人去河北找他的 还有没有活的 一个都没了 那找着把骨头也好 最后就找了他侄子 严稿高的一个头骨 把这个头骨运回到长安 叔叔看见侄子的骨汗 你知道白发人送黑发人 又是这样一场惨绝人寰的政治悲剧是吧 老头子是悲从中来啊 提笔写下记者文稿 那里面涂抹黑嘎的 你发现那第一行书里也涂了好多黑嘎的 写到那不行就涂掉 但是因为他有几十年的功力在 他随便乱写的都是最好的 一个是喝的微醺 一个是悲从中来 这种东西是不可复制的 那这种作品就是不可复制的 能明白吗 有的时候你们也要抓住给予 在某些特定的这种人生经历当中 你要不赶紧拿笔给我写下来 那你一辈子就再也找不回来这感觉了 天下第二行书叫寄职文稿 寄奠我的职子 其他的东西我不一意的多 说了书法就这么多 绘画呢我讲两点 一个中国绘画的历史要比书法历史久远的多 从原始社会末期就有 到春秋战国时期啊 那就已经非常像样了那绘画 但是第二点就是 中国绘画以唐末送出为一个分界线 唐末以前啊 唐朝以前的时候 中国的话叫匠人画 什么叫匠人画呀 所以他更突出的是什么呢 是工业是工艺是吧 就画专业美术学校的那个 那是按照手工业者的那个素质培养出来的 而宋以后大量流行的叫文人画 匠人画是专业画家 文人画是业余画家 苏黄米蔡这些其实都能画 苏东坡的画非常好 还有一些业余的文人 他们也大量的做画 原明星以后也是文人画越来越多 那你自己说 这两个的最根本的区别在哪 匠人重技艺 文人重什么 中西经 还是那句话 刚才我提了 乳欲学作诗 功夫在诗外 你要想学作诗的那个基本技巧 那些评测啊 音韵啊 合遮押韵 哪转韵啊 什么格律啊 这些东西实际上是作诗的初阶 对吧 真想作好诗 怎么办 靠这行不行 不行 真想作好诗 必须有生活 那些东西跟诗歌本身关系不大 所以实际上也是一个匠人到文人的这种国度 你会发现文人画 他的画的技巧可能不如匠人画画的好 但是他的意境幽远 文化积淀来着 所以希望你能够理解这种发展 绘画 我就讲这么俩就完了 戏曲 还有十来分钟讲讲戏曲 把这说完就歇了 我在这给了一个材料中提到 古典戏剧的言格 从原始歌舞啊 到春秋到汉唐时期 也就是唐以前有一种特殊的 那么一种职业叫幽灵 不是构思的啊 别老一想到台上都是飘着的 没有啊 幽灵实际上是灵人啊 实际上有灵观传戏是吧 这个灵观传 这都是他们这些人 宋经时期流行一种最初步的戏剧 它叫参军戏 参军戏是什么意思的 这一般的台是两个角色 其中有一个人是参军 参军是军队里的一种 一种中下级的就跟那参谋似的那种人 一般人就有一个角色一定扮成参军 另外一个人跟他插壳打混 这参军的形象比较固定 通常都属于那种散派人物 或者比较笨 也叫傻 亨德鲁先生那样的 这戏一般就是搞笑的戏 参军戏呢 它具备了后世戏剧的一些最基本的特色 到了元朝戏剧就大发展了 元朝戏剧这个大发展 就是在杂剧上体现的很充分 刚才咱们观看清美怎么说 你看看斗鹅渊 斗鹅渊这个戏写得非常的好 它具备了戏剧的一切的冲突要素 还有一出元代的戏剧也非常有名 后来被改变成京剧叫赵氏孤儿 听过吗 赵氏孤儿写春秋时期的一场宫廷的一场变动 这个晋国的晋国的韩赵卫三家 最后不是三家分禁了吗 在那之前赵家的赵顿被冤杀 满门抄斩 赵顿的儿媳妇是庄级公主 结果被接回到宫里 就生下一个小男孩 最后被承鹰悄悄给救出去了 承鹰用自己的孩子换了这孩子的命 把他抚养成人 肇事孤儿大报仇 这个戏非常好 后世有好几种版本 像京剧里边虞书妍那个渝派唱搜姑就姑 搜姑就姑 搜这个姑儿就这个姑儿 很好 另外后来马来良先生把它改编成叫赵氏孤儿 前两年 仁义和国家化剧院各排了一版赵氏孤儿 都有点意思都可看 你们有机会我还是推荐去看一看 明代是昆渠很盛 昆渠现在已经被称之为叫非物质文化遗产了 这个昆腔 它主要产生于江苏这个昆山地区 所以叫昆腔 后来叫昆腔 那么现在有南昆北昆之分 我原来认识一位老先生 我母亲的一个同事是那位老先生的妹妹 所以我们有个接触 老先生是侯少奎先生 北昆的大武生啊 他爸爸叫侯永奎 那是属于五声界里的昆曲第一人 五声第一 这位侯少奎 我当时看了他一出戏叫《水焰奇君》演棍目 极有感觉的一个人物 昆曲呢 我也得承认 我也听不大动作 太雅了 所有的这感觉都是在按照一些曲牌来唱 太雅太慢 我都不一定受得了 你们就就就 差不多就算了 京剧跟昆曲相比 京剧就是夏里巴人 昆曲是阳春白雪 当年昆曲叫宫廷供奉 京剧是民间 他有一名叫乱谈 乱谈就是瞎唱 这水平就那么回事 跑码头的 给劳动人民看 后来到清朝的同光年间 同治光绪 因为慈禧的人特喜欢京剧 所以后来就传进宫廷 渐渐登了大雅之堂 京剧里有些词 最初那水词多了 唱的有声 翻身上辽马能行 你听懂的什么意思 翻身上马就完了 翻身上辽马 马能跑 废话马不能跑 那什么马 安马那是 你个体操运动员 还有一些来自于 民间的小曲的一些词 一枪戳你仨窟窿之类的 有的是这大水词 后来京剧在清末 到民国初年的时候 有意识的 跟一批文人结合 其中最典型的唱老生的余淑妍 他有一帮文人朋友 跟他一起来切磋这个剧目 另外就是梅兰芳 梅兰芳在这里面贡献太大了 因为他特别的红 特别的有这个人缘 有台缘 所以他集结了一批文人 专门捧他 这些人给他改本子 给他写剧本 那帮大文人都够文豪级的 专门伺候这戏子 因为太喜欢他了 所以给他写出那戏 越来越好 程彦秋先生身边也有一批文人 文人越来越多的介入 把这个京剧的这词啊 曲啊 给改得越来越好 所以有些词到现在 你看见那词写得雅极了 我在这没有时间 意的给你去介绍 京剧呢 总体上来讲给人一个印象 叫节奏特慢是吧 节奏慢 太慢了 哎呦受不了了 我都出去四十分钟了 这一句怎么还没唱完啊 没那么神 京剧很美的 他该快的时候快 该慢的时候慢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 刀工怒扎城是美 这会该快还是该慢 该快 你慢着 咯吱咯吱 谁说的俩那样 这俩人吵架 对不对 都是大官 而且包工这个火被 陈世美给弓起来了 你说 怎么让你好好认错 你怎么不认呢 我放一条身子 你居然 给脸不兜着 推回去 砸了 这样那种过程也很快 对不对 你看包工 拿出壮指来的时候 跟陈世美唱的那段 叫 这就是驸马 驸马爷进前看端祥那段 那我给你唱唱 驸马爷进前看端祥 唱鞋桌 听香列的三十二岁了 装的当朝 驸马朗的鞋 就老了吗 我让了回昏男儿 找东方 扎其 列子良心 让你彼此喊起 在苗花塘 仰庄 只要 只在了夜的大堂上 怎么样 快吧 经济快 比这快的还有呢 快的听不清了 那在英语唱也更听不清了 比如说 我被一帮朋友陷害 我现在绝望了 我被他们抓住了 要把我押上法台处斩 单雄信的故事 叫索武龙 最后一帮结败的兄弟 来法场上祭奠我 他们也都是同时 要把我干掉的人 我挨个儿骂 我骂死你们 临死的时候 这骂是不是特别激烈 他骂罗成 你们要看点隋唐就知道 罗成跟单雄信不对 一个是草莽的英雄 一个是出身贵族 这从来就不对 罗成跑来祭奠 他这四哥的时候 单雄信破口大骂 尽我乘破地亚有海 大骂无耻小农才 幸不得他会往下抗盖 幸不得一家大小洛阳来 我为你早想了三了想了 我为你花给了多少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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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一枪雨洪水来 凶起一丝命分哉 要死的人了 活出去了 开始罢结 但是你要说他慢 那真慢起来 你说什么时候应该慢 抒情的时候吧 想事的时候吧 你骂街的时候也挺快 你要用那速度骂街 建罗成 把我的牙咬坏 你听得泄气死了 建罗成把我的牙咬坏 就在这速度 你想事的时候 不能老这么想 那谁受不了 所以有的时候 真的特别慢 越慢其实越有味道 快的表达一种情绪 慢的可以表达一种味道 这里边很难一言以蔽之 说京剧叫畅念作道 往往说京剧总是在畅 我刚才举了两段也都是畅的 念比畅还见功夫 有一种说法叫千金道白四两叉 道白更重要 道白里边呢 因为京剧的源头不是在北京 他虽然叫北京叫京剧 但实际上他源头是哪 知道吗 源头是安徽啊湖北 这边叫徽调汉调 所以他有一些胡广阴中周运 在里边 他有一些辩字 比如说 我们待会到街上去买酒喝 买酒 这个酒他念自由 大街之上买酒去喝 这玩意出来了 大街之上 大街之上买酒去喝呀 这就是叫京白 我刚才念的叫韵白 叫韵白 有的是韵白里能念的非常的有感觉 你比如什么时候念韵白 这个有一定身份的人 受过教育的人 这四郎探摩里边的杨彦辉 杨彦辉一出来 他因为他是 他是驸马爷 他本身有一定的身份地位 那他又想念自己的母亲 对吧 十五年没见老娘了 这一段 我给你念念 他上来 先自报家门 本宫四郎彦辉 山后此周认识 我父领功 我母舍是太军 所身我弟兄其难 都只为十五年前杀他 赶回 只杀得我养家 死走逃啊 本宫悲勤 改命牧役 多么太后不战 反将公职匹配 所以韩唱走到 小天作在九龙四湖 白下天门打阵 送往瑜伽庆镇 陆地挂帅 问天老娘 押梁全来 我有心会送您 见牧一面 怎奈这关口从懒 是差池 不嫩飞而过 思想起来 毫不胜感 让你哭了 这个真得用心去听 我是一个京剧迷 我喜欢这个 所以可能为了 在咱们宝贵的教学时间里 我忍不住卖弄这么一小段 你们啊 往后就憋死我了 你们不一定非得喜欢它 坦白说 金剧只能是一个小众艺术 它不是服务于千百万人 普通人民的 它就是小剧场里面 几百人 甚至百把诗 都能听到 这么叫做的一个小剧场 但是它是一种 目前来看 很高雅的艺术 怎么才能 才可能 迷胜金剧 你得有三个条件 第一 你要有闲 你成天忙的 那听 要命的时候 你听不得 那个一句话 十分钟的那个 你心里就着急 因为快点 有闲 有闲 就是淡定 第二 你得有钱 那玩意儿 要玩票 那是大量投资的 第三 你要有文化 有闲 有钱 有文化 过的就是贵族的生活 好 今天咱们基本把这说完了 科技那部分呢 咱们下次可能带一句吧 然后下次咱们就要开 接着往下开了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